哈喽 欢迎来到加州科创学院 我们有展开了第一次的访谈企划 那我今天邀请到我的学生Vito来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主要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来跟各位介绍关于国际升学的一些事 好 那我们先请Vito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Vito 高中就读的是张师复工 然后我目前大学要读的是美国的杜克大学 哦 杜克很厉害哦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 你在什么时间点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 并且做出行动 留学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我想的 我妈小时候给我的规划 那我猜她可能在我小时候就给我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然后把我朝这个方向掰弯 让我朝出国的方向就是前进 OK 我也认识Vito妈妈 她是一个非常热心很乐于助人 基本上呢 申请国外学校不会比申请国内学校更轻松 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 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 好像国际学生都在玩 都不用像台湾这样一直考试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就我所知我很多学生 那个行程其实比我还要满 每天的行程安排是用半小时当单位这样子去规划 先请Vito大概简单讲一下 你这样子从去年开始这样准备一年前的你 在这个时候你开始是怎么去安排接下来的申请的过程 去年六月的时候我其实有些考试还没有考完 然后比方说我SAT就那时候还在刚考而已 我真正开始准备要写什么SA 然后准备要申请什么学校的时候 是大概八九月的时候 OK所以八九月开始去做一个规划 可以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申请美国大学的话 大概会遇到哪一些选择 就是申请美国大学 主要会有三个时期 那第一个是ED 然后第二个是EA 然后第三个是RD 我ED申请的是Harvey Mudd 那它是一个在加州 偏理工的文理学院 然后我EA有申请UIUC Purdue还有RPI RD申请的比较多 那主要就是杜克 然后西北 像台湾而言大概就是说台经交成一些学校 你在挑选学校或者是你在思考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想说哪些学校适合你 或者是你想要去试看看 我在挑学校的时候 主要就大概两个考量的因素 第一个 希望可以读一个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学校 第二个是我们家庭的考量 就是因为我毕竟没有美国的国籍嘛 作为一个国籍学生 如果要在那边找工作的话 我大学实习势必就是相当重要 所以学校提供的实习资源 是我相当关注的一个点 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整个最早开始发生应该是ED嘛 申请ED的时候大概会怎么进行 ED是只能选一间学校 你申请上了那你一定就要去读 正常来讲ED应该就是比较变向重乐透的概念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就是最早之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ED一定要投你的Dream School 但因为现在越来越竞争了 所以你不一定要在ED的时候就投你的第一志愿 有时候你可能要退而求其次 比方说投一个第三志愿 因为可能就是录取率比较高这样 因为ED的录取率大概会是RD的两到三倍 哦两到三倍哦 接下来EA的话是在什么时候 EA是每个学校都不一定 通常会有EA都是公立的学校 比方说UIUC 然后Michigan Annabur Purdue这样 但是有些公立学校 它的EA是只开放给它的州内的学生来申请 比方说淘之亚理工就是这样 其实Vito蛮客气的 据我所知你应该是放弃了一个蛮大的机会 我在那边补充一下 就是Vito他有申请上那个一间学校RBI提供 大概台币五六百万的一个奖学金 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于学生来讲 它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当然最后他有选择更好的 我们也是祝福他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说 在RD的话 应该是准备最长的一段时间吧 嗯对 因为申请的学校最多 要写的SA也相对比较多这样 嗯所以RD大概是 我记得是12月到3月都有人在做 对 那你有没有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 有些学校会抽样 可能会帮你安排面试官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去了解你这个人 比方说我在RD的时候 我有收到西北大学 还有杜克大学的面试邀请 这个面试可能和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 就这个面试其实不是教授来给你面试 其实他是就是请那个学校的校友 然后和你减短大概30分钟的一个聊天这样 那你们聊了什么 和你面试的人 他其实是没有你的资料的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是叫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问我高中的时候有参与什么课外活动 对什么样的科系 或者是在学校学的什么科目比较有兴趣这样 OK所以听起来等于是说 你必须去练习 怎么在短时间内跟一个陌生人介绍你 而且可能你还要学习什么把你做过的事情很快让他知道 因为我听说好像面试官不一定是本科系的有可能是你今天面试是申请电击系 可是他请一个经济系的学长或者校友来访谈你是吗 对就比方说我申请就是和我度客面试的那个人其实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他其实大学跟硕士的时候读的是business 所以和我生前科系其实是没有什么相关的这样 那你跟他介绍什么样的事情 他有问我说就是我高中有做什么样的课外活动 我花最多时间的是机器人 然后骑士是我的专题 跟他讲最多的其实不是我的机器人比赛 是我的专题竞赛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就是机器人可能比的人太多了 对我来说是偏向娱乐性质的比赛这样 和他介绍我的专题可能才有办法凸显我和别人的区别这样 你的机器人是参加VAX对不对 对据我所知你VAX也是在中部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玩家这样子 专题能够去凸显个人的一个特色 然后当然团体的竞赛像VAX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那你在跟他介绍这个专题的时候 这个专题好像是你过去很久以前就开始去着手准备的一个事情 在介绍过程中你有希望对方去理解什么样的事情吗 我那个专题是和上话是情节队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 那我做的是多功能烟蒂收集器 我和他讲到的最多的是我在这个专题所受到的启发 那我觉得其实做专题最重要的不是只有产出一个作品 对我来说就是真正有收获的是 你可以把你在学校学到的学科的相关的东西套用在你的专题 也不一定要是专题 也可以像是什么机器人或者是其他科学活动上面 然后你可以验证说你在学校学这些物理数学知识 是不是真的在生活中是可以使用的 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好那Vito我问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如果不是读国际学校的学生的话 我知道说像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在高中的时候可以选择IB或者是AP的课程 然后并且通过特定的考试来取得一些能力的证明 这部分你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吗 那我个人选的是AP 我对IB没有很了解 但是据我所知就是IB好像还要就是写一些ASF 然后还有一些蛮多作业的 AP就是单纯只要考一个考试 然后分数有到就可以 那你在挑选科目上 你有去想说台湾人 我知道说比较擅长的是数学跟一些理化课 那你这部分的话 你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挑选科目 然后参加考试 基本上我就是把那些理科的科目都考过一遍 像是什么化学物理 然后数学 然后生物我是没有考 然后我还要考统计 然后Computer Science A 然后还有一个微观经济这样 那你可以讲一下说 你觉得像这样子的考试的难度跟准备上 有没有什么建议 在准备的时候 因为我学校没有开这些课 所以有些是我自己学的 然后有些是去补习班学的 比方说物理和化学好了 物理呢 力学部分基本上就是和一般高中的物理力学部分是一样的 只是说 Physics C的话 它会再多一些要微积分计算的东西 然后电池学的话 也是需要有微积分的基础 然后才有办法运算 因为电池学那个考试 基本上全部的提醒都要用微积分来算 化学的话呢 相较于就是一般高中的化学 我个人是觉得一般高中的化学应该是比较难的 因为AP的化学是没有考就是有机的部分 AP的考试和比方说指考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AP只是想要考 确认说你可以有效的运用你学的这些知识 那指考它的题目会比较针对性 比方说指考会考你一些特例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需要背 那AP就比较不需要背那些特例 OK那我听说AP好像有考试结果是有分等级 12345 这个东西会对于我们申请大学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就是如果你想要申请比较好的学校 那你的目标最好是4分甚至是5分 因为有些大学4分就可以抵学分 有些大学是需要5分才可以抵学分 OK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台湾这边大家比较常听到的APCS的那个程式检定 其实它的概念源自于美国的APCS 只是说美国的APCS大学先修 有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让在高中 如果你修过这门课之后 你在大学的时候是可以折抵部分学分的 只是说像APCS在美国 目前他们考试的每年5月考试的那个东西 他们是以学Java 台湾这边的话我们的检定 目前台师大这边举办的像观念题还是以C为主 然后当然你的实作题是可以选 你同时要准备一般学校的课程 同时要准备这个AP 你觉得时间分配上大概怎么样 基本上就是时间分配是我三年来就是一直面临的问题 因为我一方面要顾学校的GPA 然后一方面又要就是准备我的AP 我学校的科业和这些AP很多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学校的时候读就是学校的内容 然后晚上回家就是准备我的AP这样 听起来蛮辛苦的 相信在这段时间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专题跟AP 还有学的一些东西之外 那你觉得说整个从高中这样子三年来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你想要特别跟各位分享说你从中的一些成长 或者学习到的经验 就比方说在做课外活动上面 那我觉得就是多方参与 你不要因为就是你现在的能力直到这边 然后你就不敢尝试就是更高阶的比赛或者是活动 很多时候就是我认为学习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才会学到的 那比方说我做专题的时候我有设计一个喷嘴 那要做这个喷嘴是需要画autocad 然后还有用3D电影的 那在我做这个专题之前 其实我也不会画这些图 到我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可能有这个障碍 然后有这个需求 那我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学 在过程中学到的才是真正关键的 假设以过来人经验来讲的话 你在整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 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需要注意 或者是有没有想要特别感谢什么样的人或是这样子 我蛮感谢我们学校老师就是帮我准备推荐信这样 比较特别的是可能大家就是在找推荐信的时候 可能都会找你认为和那个科系相关的推荐信的老师 比方说如果我要申请工程系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要找什么物理老师 化学老师或者是数学老师 但其实我觉得在申请上面不一定要这样 你也可以找一些和你关系比较亲近的 那比方说我在学校我是找数学老师 然后专业科目老师 还有大家可能比较想不到的是一个历史老师 那我之所以会找历史老师 是因为我在他的课上课要表达 还有那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做得蛮好的 他也觉得就是我做得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请他帮我写推荐信 可能可以凸显我在这方面的特长这样 然后可能一般人也不会想说要找一个历史老师 然后来帮你写推荐信 所以我觉得这样会对招生官来说是会比较特别的 就是有一个好的印象这样 OK我觉得Vito讲得很好 Vito是一个非常用心认真的人 那我认为其实大家在找推荐信的时候 其实就真的是要去找一个真正跟你有互动 然后是有了解你的人 比方说因为你想要申请资公信 那你就找了比方说 爸爸的朋友是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就叫他去写 其实这个东西不见得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所以还是要找能够好好认识你 最能够透过文字去把你这一个人特质给展现出来的那一位老师 在大学申请的时候 推荐信其实应该有占到5到10%的一个效果吧 其实你的成绩可能就占了6到7成 那你的课外活动专题竞赛等等可能占了三成左右 那剩下的 others可能就像是推荐信 往往也会起到一些特定帮助的作用 我觉得我很开心Vito可以申请到自己喜欢的学校 然后呢又可以去好好的朝着自己喜欢的奠基这个领域去继续的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分享 Vito最后有没有想要跟各位在讲什么的 没有啊没关系 Vito的经验是比较特别 因为他是从一个我们一般台湾的学校 然后去申请到美国的学校 那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欢迎留言板或者是我们的社团加州科创学院去做一个探索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就跟各位说拜拜咯 拜拜 这个频道主要是讲科技应用专题 以及一些升学上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的话麻烦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拜拜